《 高音鳥》 還記得小時候音樂客教的豆芽菜和《 五線譜》嗎 這款高音鳥記號將喚起米娜成風已久的記憶 遊戲中我們將幫助一隻可愛的高音鳥 在廣大的世界上尋找久久未歸的主人 身為一隻高音鳥它卻無法自由移動 而是要透過五線譜並同時搭配鋼琴的演奏 才能夠讓高音鳥進行移動 當我們在這黑白相間的鋼琴上演奏時 高音鳥將會依照音階的高低改變自己的飛險高度 當前方出現障礙物或是機關時請切換音階 才能夠順利通過 熟悉演奏的玩家還能夠透過連點的方式 來加速高音鳥的飛行 說不定還會因此演奏出美妙的樂章呢